装修首选厨房可令房屋增值两成 装修卫生间可增值16% 面对加拿大人寻求一般建议 要将家居资金投资在哪里 87%受访的专家会建议先做室内装修 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 被认为是从投资回报上看最值得的项目 厨房装修一般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是因为这一空间在家居生活中用得最频繁 而且被看作是家庭聚会的场所和家庭的中心区域 当一位准买家第一次看房的时候 影响他们整体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 他们不会记得卧室的尺寸或是墙壁的颜色 但是会记得厨房的样子 赫德尔还表示 不论是否打算近期卖房 投资装修改善家居都会有所收益 在疫情期间 许多加拿大人使用多年积蓄改善家居环境 不论是令厨房焕然一新 还是提升户外空间 家居装修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 接下来的更换窗户及油漆室内 相比于厨房、卫生间和地下室装修而言 这些算是一些较小的升级项目 但他们简单易行且投资较少 同样也可受到提升房屋价值之功效 不过有59%的受访者表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准卖家更少倾向于在挂牌之前装修房屋 主要原因是目前市场对卖家有利 此外,57%的受访者表示 卖家选择不装修 与近期装修市场材料和人工上涨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